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今天是溺水寒手遊正式上線的日子 這部影片主要跟大家聊聊新手開荒該注意的事項 還有第一天就只有哪些事情可以做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Go Go 好的 那首先一進入到遊戲 會有兩個選項供我們選擇 我們這邊選擇純入黑暗 我們這邊選擇偷偷練功 這樣子就可以獲得一個比較特別的頭髮 如果沒有這麼選的話是無法拿到的 當我們完成對話的選擇之後 就可以來進行職業的選擇啦 目前由於台服是開服的第一天 遊戲中有提供了六種不同的職業 後續也會根據陸服更新 逐步解鎖更多的職業 那先說結論吧 我建議大家根據自己喜歡的角色造型 還有技能組以及操作難易度來做選擇即可 玩得開心是比較重要的 畢竟溺水寒有別於其他的NORPG 並不是單純課金就會變強的類型 也沒有什麼花錢買素質的機制 因此會比較建議大家選擇看得順眼 玩得上手的職業為主 也比較不會有玩著玩著就想要退坑的想法及念頭 好那第一次要介紹的就是睡夢這個職業 簡單的來說它就是刺客類型 擁有著高爆發的輸出 還有靈活的激鬥性 那缺點也非常明顯 就是防禦力是比較低的 而且操作難易度也比較難上手 比較適合給喜歡挑戰高難度手抄的玩家 像微笑我就以技能組還有角色的造型來說 就非常想玩睡夢 但由於操作的方面我最後還是放棄了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鐵衣 顧名思義就是遊戲當中漏盾坦克的職業 防禦率堪稱全遊戲當中最高 是絕對的沒有之一的存在 所有的副本都需要鐵衣來承擔傷害 才能夠順利通關 因此玩鐵衣的玩家在組隊時就顯得非常搶手 幾乎不用擔心到找不到隊伍的情況 在操作難度方面 鐵衣的難度也是相當簡單的 並不會有過於複雜的操作 只要玩家們稍微了解一下副本的核心機制 提前做一些功課就能夠輕鬆上手了 硬要說一個缺點的話 恐怕就只有目前的鐵衣只能選擇男性角色 並沒有女角的選項可以選擇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血和 這一樣是個近戰類型的職業 有點像是鬥士 屬於一個攻防兼備 雖然輸出比不剛睡夢的爆發 但血和的坦度卻比睡夢高出不少 並且也有不錯的機動性 最特別的一點 血和是唯一一個可以邊騎馬邊進行攻擊的職業 這個獨特的玩法 不僅增加了職業的趣味性 也能讓血和在副本當中進行拉怪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神像 是屬於遠程攻擊的職業 簡單來說就是遊戲當中的法師 本身擁有著超高額的爆發 還有超廣的攻擊範圍 不論在清怪或者是說遠程壓日的表現 都顯得非常強勢 那當然缺點也十分明顯啦 由於輸出能力太強了 神像在PVP當中很容易成為 近在職業主要攻擊的目標 對手會直接跳臉秒殺你 可以說是非常典型的玻璃大跑 此外神像的操作要求也是比較高的 要玩家具備良好的走位 還有技能施放的時機 和睡夢一樣都是屬於操作難度比較高的職業 如果你們本身不想玩近戰 那可以考慮遠程的神像 但一定要做好在PVP當中 被無限針對的心理準備 第五隻看到的是術問 簡單來說就是奶媽 也是全遊戲當中 目前一個奶媽輔助定位的職業 那跟鐵衣一樣 鐵衣只有男角 術問就只有女角 在副本當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想玩好奶媽做一個輔助 選擇術問就對了 最後我們看到的是九菱 睡夢對比血河 就有點像是神像對比九菱了 九菱的傷害並沒有神像這麼高 但它本身還是比神像談一點的 並且也有獨特的召喚機制 可以召喚召喚物來一起協助戰鬥 玩起來也算是不錯的體驗 當我們選好職業 並經歷了一小段的新手劇情後 就會來到陶溪村 到了這裡 大家先不要急著往前走 因為前面有個土地宮廟 可以幫助我們額外獲取一本技能書 我們只要點擊動作 選擇祈福 就能解鎖一個江湖技能 玉土風暖 這是之後探索不可或缺的技能之一 現在拿了之後就不用再跑回來了 接著隨著劇情的推進 我們會乘坐仙鶴來到三清三 到了這裡各位也別急著往前走 約有幾個隱藏寶箱可以獲取 地圖上是有非常多隱藏寶箱的 但由於我們等一下要跳下去 所以就順帶說一下 首先來到旁邊的樹上 可以找到第一個寶箱 接著我們繼續再往這個小學來跳下去 也藏了另外一個寶箱 這兩個寶箱都領取完 拿到寶箱之後 大家不要猶豫直接往下跳 這樣就可以觸發一個隱藏的旗遇任務 旗遇觸發之後可以獲得技能獎勵 第一次跳沒有觸發 大家也可以多跳幾次 我之前在測試服當中 總計是跳了兩次 觸發不同的旗遇 那不曉得為什麼在正式服 我竟然連續跳了四五次 都還有不同的旗遇 所以大家只要在這個位置多多跳幾次 就能解鎖不同的旗遇了 獲得隱藏的獎勵 接下來我們就把第一天可以做的主線任務 全部跑完 完成後可以做的事情就非常多了 但微笑我建議大家 優先去拿一個非常好用的瞬移技能 乘以劍 這個技能可以大幅提高我們跑圖的效率 尤其是在溺水寒這樣的超大地圖裡 有了瞬移技能 可以增加我們整體跑圖的效率 玩起來會輕鬆許多 也更省時間 那獲取的方式 當然也是非常簡單的 我們只要點擊呼吸 然後武俠奇遇這邊 有一個洞天乘以的任務 擷取之後完成 就可以獲得乘以劍了 並且這個任務也是非常簡單的 而且途中還可以拿到一段落的寶箱 增加我們不少的經驗 在此也簡單的說一下 這項任務的玩法好了 我們會來到一個山洞當中 然後倒數摸索線索 線索四個全部集齊之後 可以來到一個鏡子的地方 我們只要把光反射出去 然後再用成影劍跳上去 就可以直接獲得成影劍啦 其餘的時間 大家也可以記得完成每日任務 在地圖的右下角有個日課 點進來之後 總共有五個不同的每日任務 那當然遇到各位不喜歡的 也可以重新選擇 換成不同的任務 那我覺得都非常簡單啦 平均做完所有的每日任務 也大約只要花到三到五分鐘 真的是非常快 而且不僅如此 我們所獲得的各種道具 還有經驗 真的是非常肥 就以前期來說 隨便完成一個任務 就可以增加我們一到兩等的等級 接著我們看到的是江湖直隱 有點像是前七天任務的概念 第一天的任務就挺多了 不過我們只要完成隨便的八項 就可以把所有的任務一次完成 獲取所有的獎勵 並沒有說每個任務都要主意完成的 大家一樣挑選自己喜歡的八項就行 緊接著我們看到的是 關於驛戰傳送點的解鎖 由於一開始跟各位提到了 遊戲的地圖真的非常大 我們要盡量把所有的傳送點給解開 方便我們到時候跑圖 隨時傳到想要去的地方 那驛戰的位置 我們只要點擊地圖就可以發現了 這種灰色的就是代表還沒有開啟的驛戰 那開啟的話就會變成藍色 我們只要點擊追蹤 就可以在角色的視角當中顯示 我們只要沿著方向一路往前走即可 那當然如果距離太遠的話 我們可以先傳到附近的驛戰 這樣就不用跑這麼遠了 對了在遊戲初期 是沒有自動尋路的功能 我們必須在包包使用到引路鐵 會維持30分鐘 這樣子我們使用之後 不論是你做任務啊 只要直接點擊就可以自動尋路 又或者是說剛才說的 你想要找驛戰 一樣在我們的地圖 然後點擊追蹤 追蹤過後我們的角色就會自動前往 只不過呢引路的話 它的速度並沒有這麼快嘛 它不會使用跳的啊 又或者是說輕功之類的 那當然就見仁見智 如果你比較閒 當然可以自己跑速度比較快 那如果剛好在滑手機看影片的話 就用自動尋路的方式會比較方便 最後要跟大家說的是關於地圖的寶箱 前面說到了 我們在拿成癮劍的時候 就會獲得非常多的寶箱 那當然不只成癮劍 在地圖任一個地方都可以看到寶箱 我們只要使用滑鼠中鍵開啟旺氣 就可以直接發現寶箱的位置 打開之後可以獲得不少的獎勵 還有一大堆的經驗 這邊點到NPC啦 重新點一下 OK可以獲得一大堆道具啊 還有經驗等等 那麼以上就是溺水寒新手開荒第一天的攻略教學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